肥膀症的又一个病例呢 就是一个进入中年 他身体77公斤 然后实行过结石 也做过结石 然后也做过健美草 然后吃一些减肥药 这些全然无效 急于反弹 所以他也开始了断食 那断食的第二天呢 他就不吃东西了 不想吃东西了 不想吃东西了 所以呢 第三天他脚子全身发烫 然后这个 心 心跳也增快 第四天呢 他牙齦出血 这个牙齦出血呢 我也有过 这个牙齦出血的原因呢 他是这个 原来吃偏硬的东西造成的 然后 第五天的时候 心这个 心率这个 狂跳啊 这个 消失了 就是心计啊 然后心情也变得舒畅了 但是一星期 他体重呢 还是这个 75公斤 没减多少 所以他又 断食了 五天 在第八天的时候呢 他就 排除了 这个大量的俗变 然后身体啊 嗯 就 轻松飘扬了 轻松舒畅了 然后 觉得皮肤呢 也变好了 甚至黑板呢 雀板也都消失了 在13天的断食以后 他体重减到 55公斤 就掉了22公斤 44斤 4斤 4斤 他那个身体各部分呢 感到无比的这个 舒畅了 所以 他觉得 再一次断食 没有补食 所以再断一次 两个月以后呢 还要 再断一次食 因为断食呢 真的 改变了他的 可以说改变 他的人生嘛